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问题是拜习会的重中之重 另外 两人在这次会谈之外 还出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互动 路透社的媒体引述一位白宫资深官员透露的消息指 当地时间15日 在加州费罗利庄园的会晤中 中共党魁表示 台湾是中美关系之间最大也是最危险的议题 中国更倾向用和平方式统一台湾 美国应该停止武装台湾 不过这位资深官员说 中共党魁紧接着又谈到可能对台湾动武的条件 这代表中方并不打算放弃武统 拜登则明确地回应说 美国的长期立场是维护和平与稳定 中共党魁接着说 外传中共打算2027年或2035年动武 实际上并没有这回事 他似乎很生气地说 没人跟我讨论这件事 当天出现有趣的一幕 双方会谈两个多小时结束后 之后是午餐会议 午餐会议结束 拜席二人在费罗利庄园人行道上非常缓慢地散步 随行翻译并未跟随 美国媒体说 两人似乎没有进行激烈的交谈 拜登还伸手指了指数从 似乎在闲聊 但问题是 从前未有过中共党魁使用英文交流的报道 有观点认为 摆拍才是中方死刑的重点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亚洲事务主任车维德指出 中共党魁出访的画面必定会被传回中国 中方的目的是让党魁看起来受到如同帝王一般的待遇 任何意外都是最糟糕的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 在《国会山报》投书说 中共党魁访美是利用这个机会维持国内权威 为自己陷入困境的政权提供合法性 其实并不是要解决任何具体问题 余茂春举例说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在中国国内受到质疑 其统治地位受到威胁 但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2年访问北京 帮主谋在中国受压迫的百姓中恢复权威地位 1989年天安门屠杀后 声名狼藉的中共领导人与美国总统间 也进行了类似的对话 中共再度获利 现在经过三年疫情封控 中国经济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余茂春写道 中国人对中共党魁的失望几乎是显而易见的 这就是为什么北京急语与美国举行峰会 就是为了缓解国内针对其独裁统治 日益高涨的愤怒情绪 余茂春的解读可能解释了 拜席二人不再翻译游览花园的目的 两人是否交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种强调二人私交的画面被传到中国 有助于巩固中共党魁的地位 就在中美会谈进行期间 中国国内社媒开始流传一篇文章 赞颂并怀念1993年江泽民在旧金山参加APEC峰会 值得关注的是 这篇文章未知不久就被全网删除 中共目前最糟糕的外交状况 是高层权斗的重点之一 这篇文章似乎显示 反对中共党魁的势力仍然活跃 中共党魁有后门着火的可能 中国人抗议中共党魁习近平访美 横幅终结共产党飞上天 在众多抗议团体中 旧金山部分法轮功学员也到场和平情愿 15日上午 一名疑似亲共暴徒 袭击了法轮功学员 在场拍摄的英文新唐人记者也遭受袭击 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东海大学政治席教授邱诗仪 她说 非常非常值得被谴责的 能够了解中共是个铁木 谁都想逃离那个地方 但是你逃到美国去 基本上你就是认同这地方的自由民主文化 怎么会在那个地方去替习近平这样的独裁者 来去帮他在美国的国土上 辉扬他的五星旗 我觉得有一群亲共的暴徒 你们真的没有资格待在美国 你们应该离开美国 民主社会不是说你不能够去支持习近平 你也可以有你的主张 它不是你拿来打人的一个借口 法轮功受到中共多少的迫害 相当多的一些历史铁任在那边 中共党魁访美期间 中共使领馆花钱雇留学生充当小粉红 前来欢迎 承论每天给留学生400美元补助 外界判断 这位亲共暴徒也是拿了钱的 邱诗仪认为 如果暴徒拿钱将被逮捕 属于犯罪行为 他说 亲共的暴徒拿中共钱 而且有些人都用美国身份 那就更糟糕了 这个就已经不是个人的 这种刑事犯罪的攻击 assault而已 这就涉及到美国的国安问题 这个部分不管是FBI也好 CIA也好 其实都在跟这些拿中共钱 不管是在美国大学教书的 这些中国的学者 或者中国的学生 如果说要搞渗透的话 当然都是会被逮捕 会被赘述的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 14号发布公告 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释放 王志文 孟昭宏 孔庆平等 10名法轮功学员 以及所有被非法关押的 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 这10名法轮功学员 在中国受到长期关押 残酷的迫害 他们的亲属在美国联名 呼吁中共党魁释放他们的亲人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 列维·布劳德 15号在X平台上表示 24年来 对法轮功的迫害 一直没有停止过 在7月至9月间 100多名法轮功学员 被判处最高9年徒刑 美国总统必须在今天的会议上 直面中共党魁习近平 要求结束这场迫害 针对此事 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代表人 肖松山 他说 主要诉求是要求习近平的立体 能够释放长期关押法轮功学员 因为这是已经长达24年来 对法轮功群体媚洁性的邪恶破坏 从1999年开始 破坏 还在取法轮功学员的国际器官贩卖 他这样破坏法轮功的 是见到莫夺基本能权 跟破坏法治的 要求疾病 停止破坏法轮功 日本的法轮功学员李女士证实 从1999年开始 在中国大批法轮功学员被关押 迫害 他本人就被判刑四年 他什么都没有做 就是告诉别人法轮大法好 他说 法轮功于1992年 由李洪志先生在中国第一次传出后 迅速地在社会各个阶层红传开来 法轮功教人遵循真善人理念 修心向善 提高道德水平身体素质 至今已洪传至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深受国际社会的欢迎和赞誉 1999年7月20日 江泽民一意孤行 执意在全中国对法轮功进行残酷镇压 甚至是活摘器官 这样的罪行至今仍在持续 美国总统拜登15号 在旧金山的一次新闻会上透露 他已向中方提出 要关切美国人的人权 要求释放在中国被非法关押的美国公民 同时阻止中国芬太尼输入美国 拜登15号在旧金山附近的费罗利庄园 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美中峰会 时间长达4小时 这是自2022年11月 巴厘岛会面以来 双方的第一次面对面交谈 拜登表示 他向中共党魁习近平提出了人权问题 对中国境内不当的拘留美国公民表示关注 拜登说 他向中共党魁提供了遭到不当拘留的人员名单 希望他们获释 美国国务院确认 被中国不当拘留的三名美国人 分别是 德克萨斯州商人马克·斯韦丹 纽约长岛的华裔商人李凯 以及2006年起被监禁的加利福尼亚的牧师林大卫 共和党籍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认为 错误的拘押问题不解决 美国政府应该拒绝加强与中国的民间联系 因为这会将更多的美国人置身于危险之中 德克萨斯人马克·斯韦丹被关押在中国拘留所十多年 不能和家人电话联系 他现在在死囚犯的牢房里 他妈妈很担心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儿子了 另外商人李凯 2016年在上海的机场被捕 他被中共当局以间谍罪被判处十年监禁 李凯完全否认中共当局对他提出的指控 此外牧师林大卫在中国展开基督教宣传时被捕 已被定罪 他的刑期至2030年4月 那时他将75岁 大卫至今仍然坚持自己是无辜的 所以他在监狱中的对待 包括采购上限都属于最低那一等 大卫在监狱中通过写作来打发时间 他写了很多短篇小说 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出版这些文字 美国人韩非隆认为 被中共错误拘留的美国人 也远远不止美国政府确认的这三位 韩非隆在过去的两年里 一直义务帮助其他被中共监禁的外国公民的家属 他推测 应该大约有200到300名美国公民被关押在中国 曾被关押在上海青浦监狱的美国人弗兰克揭露说 他曾在看守所度过了几天 活动范围非常有限 在水泥板上睡觉 24小时都不能关灯 还被强制观看认罪认罚的宣传片 看守所的条件比监狱恶劣很多 有些不肯认罪的美国公民在这里待了许多年 美中首脑会晤的庄园名字是费罗利 意思是为正义而战 爱你的同胞过上美好的生活 美国学者余茂春认为 美方特意选这个庄园 招待中共党魁习近平的隐藏含义可能是 希望中共重视人权改善人权 美国联邦政府的主要养老基金 11月15日决定改变其可投资市场指数 把在中国和香港上市的股票排除在外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 爱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 美国联邦政府的退休基金 一旦决定退出中国和香港市场 就不会再回去了 而且也会带动很多的退休基金这样做 据法广引述金融时报报道 未近700万人管理退休储蓄账户 掌管规模达7710亿美元的 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表示 根据区投资顾问宜安公司的建议 11月15日决定改变其价值680亿美元的 爱基金所遵循的基准 此举意味着将不再使用 包含香港上市股票的指数 谢田教授对希望之声表示 这些基金都有专门的研究部门 投资和退出决定都非常谨慎小心 他一旦决定退出的话 恐怕就不会再回去了 他说 因为不光是联邦政府联邦雇员的退休基金 还有美国的教师的退休基金 还有这些各种各样的产业 工会 行会 各种各样的职业 很多很多的行业都会有这个 并且这50个州政府的退休基金 这也是很难避着他们 他们都会互相观摩 互相观察 互相交流 沟通信息 如果联邦政府的退休人员基金 发现这个趋势 做出这个决定的话 很多基金我想会跟进的 会跟着一起做同样的事情 谢田进一步指出 如果联邦政府的退休基金 现在做出这个决定的话 会带动很多退休基金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 前主席罗宾逊说 这一决定向华尔街 国家养老金系统和许多其他机构 发出了明确的信息 即投资者 我们的国家安全和人权政策 面临的巨大风险 要求将这些证券排除在外 罗宾逊是一位一直阻止 美国政府养老基金 投资中国的倡导者之一 他认为 这是一场意义重大的胜利 是经过多年激烈的政策斗争 才取得的 这期的红潮禁闻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订阅 还有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